诗篇第十一篇 我投奔于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逃往山上去? 恶人弯弓,把剑搭在弦上,要在黑暗中设纳心理正直的人。 根肌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眼目查看,他的目光查验世人。 耶和华是炼异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悲重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爱公义的行为,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诗篇第十二篇 耶和华,求你拯救,因虔诚人断绝了,中信人已经从世人中间消失了。 人人向黎社说虚谎的话,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白油滑的嘴唇,说夸大话的舌头,愿耶和华剪除。 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 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所受的蹂躏,因为穷乏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它安置在他所切勿的本妥之地。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地上炉中练过的银子,经练过七次。 耶和华,你必保守他们,你必护卫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悲见的是,在世人中被高举,恶人就到处游行。 诗篇第十三篇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灭,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婚礼愁算,心里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我的愁笛高居我上,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过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欢乐。 但我信靠你的慈爱,我的心要因你的救恩欢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永厚恩待我。 诗篇第十四篇 欲玩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恶的是,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败坏,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乎求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是在义人的族类中。 你们教棍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耶和华使他被掳的子民归回,那时雅各要欢腾,以色列要喜乐。 诗篇第十五篇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户?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纯全,做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缠绑人,不误带朋友,也不随火辱骂邻里。 他眼中藐视可弃绝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事,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不放债取利,也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诗篇第十六篇 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备于你。 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地上的圣民,他们是尊高的人,是我所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交电的邪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碑中的份,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 用绳,梁给我的地界,坐落在加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毕宗在那只叫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肠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疼,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兼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篇第十七篇 耶和华,求你听门公义,垂听我的呼吁,求你侧耳听我这不处于诡诈嘴唇的祷告。 愿你对我的叛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查看公正。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练我,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是我口中没有过犯。 论道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保守自己步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步伐稳塌在你的路径上,我的脚步未曾滑跌。 神啊,我呼求你,因为你必应于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 求你奇妙地显示你的慈爱,你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使我脱离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他们关闭了他们被之有包裹的心,用口说狂妄的话。 现在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他向狮子急要抓时,又向少壮狮子敦伏在隐秘处。 耶和华,求你起来,迎面抵挡他,将他打倒。 求你用你的刀救护我的性命,脱离恶人。 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护我脱离世人,脱离那些旨在今生有夜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度负。 他们一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他们的赋予留给他们的阴寒。 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必因见你的形象而心满意足。 诗篇第十八篇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解救者,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 我呼求当受赞美的耶和华,救蒙拯救脱离仇敌。 曾有死亡的绳索围绕我,毁灭的极流,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救。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救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汗颤抖,善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烧着了。 他是天下锤,亲自降临,有幽暗在他脚下。 他乘坐基路搏飞行,他驾御风的翅膀快飞。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乌黑的水云,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帷幕。 有冰雹和火炭,透过他的厚云,从他面前的光辉中发出。 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 他射出箭来,使我的仇敌四散。 他发出闪电,使他们溃乱。 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巨人之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迎面攻击我,但耶和华成了我的扶持。 他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回报我。 因为我谨守了耶和华的道路,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力,我也未曾离弃。 我向他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回报我。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代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代他。 纯洁的人,你以纯洁代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代他。 因为你必拯救困苦的百姓,却是高傲的眼目降悲。 你必点亮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臂,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远。 至于神,他的道路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变境的。 反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 唯有那以力量竖我的腰,使我道路完全的,他是神。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路的蹄,又使我在高处站稳。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使我的绑臂能开同工。 你把你救恩的盾牌赐给了我,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辅就使我为大。 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 我追赶我的仇敌,并且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转回。 我击溃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你以力量竖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扶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我就歼灭那恨我的人。 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 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我践踏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镜,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必是奉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归顺我。 外邦人要沮丧,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迎寨。 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受送赞,愿拯救我的神被高举。 这位神就是那位我深渊,使众民浮在我以下,又是我脱离仇敌的。 你还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列国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向他所立的王显极大的救恩,诗词爱给他的受高者,就是给大魏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请不吝点赞,订阅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